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述 Mia吉他以及阅历的那些事 我是Mia海拉 任何吊式的和弦都不需要四季硬碑 我来教大家用合理的方法去记住它 并且记在脑子里面 今天圈个有用的F吊和弦 其实F大吊的和弦真的太容易记了 大家如果说看过我前面的一些分享视频 或者看过我完整的阅历专栏 或者说是和弦的入门级的专栏的话 就很能明白 因为F吊的音名 它其实是太好记了 为什么 F大吊的音名 其实就出现一个降弊音 其他都不需要升降了 我们把它音名推算出来 F G A B C D E 好 再回到F 对吧 这个是七级音 那么其中它是四级音的这个B音 这样扮演下去 就是F G A 降B 然后再到C 为什么呢 因为A音和B音是一个全音关系 但是它的音阶对应关系是M和发 所以要把这个B音这样扮演下去 匹配M和发的扮演 当然降B刚好跟这个C音变成了一个全音 原先的话B和C是一个扮演 降B一降 变成了全音关系 所以说降B和C对应了是发和缩 那么当然你要把F大叫的音名 F G A B C D E 这个顺序得搞得清楚吧 好 那我们来看 再通过和弦的常识 也是常识型的阅力 145级为大三和弦 236为小三和弦 7级为减三和弦 减三和弦呢 在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 只要记住它的半减七和弦就可以了 因为后期在用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替代用的 而且半减七和弦 不像减三和弦冲突感这么强 那么我们看一级和弦是不是F F和弦你按过了吧 好 二级和弦FG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小三和弦 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推算的话 这里是一个G和弦 用分闭和弦 那我把中指抬掉以后 这个就变成什么 GM和弦 这个是F GM 然后呢 AM不用说了 然后再出现一个降B和弦 其实呢 大家可能按过这个B和弦 B和弦还比较难按的 在前期练的时候 挺痛苦的 其实后期你练过了以后 其实也还好 对吧 好 我们这样半音下去 这就是降B 就是横按住这个 一品位就可以了 好 再到五级的话 是一个C和弦 六级是一个D音 也就是它是小三和弦 DM和弦 练过吧 其实这里的和弦 我们根据这个C大调和G大调 来通比的话 其实要记住这个GM和弦 其实如果说你按过 G和弦的分闭和弦 其实也不需要记 把中指抬掉就可以了 对吧 还要降B和弦 其实B和弦的 退一个就好了 那么其他都是不需要变了 那么还有一个E的半简七和弦 怎么按呢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通过这里来按 就是说七品 七品按住 一到五弦就可以了 然后把手指按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EM7.5 那么如果说有人说 我一定要在这里按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看过我前面的一些 分享视频 或者看过我阅历的话 你就很容易记住了 因为这个和弦的话 在按的过程中 我们是这个EM7 这样子按 把小指挂在这个二弦的三品 那么它是一个EM7-5 EM7-5的话 就是说要降五音下去 那么只要把这个音降下去就行了 因为这个是五音 EM的五音 所以说我们把它降下去 大家看指形图 那么这个就是EM7-5 这样子就形成了F大调的和弦 当然有人说 我这样记不了 没关系 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把音名全部写出来 只要记住降B 然后多写 然后每天看一两遍 总会记牢了 对吧 然后记牢以后 我们其实平时的话 也可以去弹弹 比如说1645 1563 43251 流行歌曲里面 通用的一些流行音乐的 一些和声走向 对吧 以后碰到F调的时候 你马上就可以顺手 就可以弹了 你可以移调 对吧 比如说1645 F BM 对吧 然后降B 然后再C 再到F 那么这个就是1645了 那么还有就1563 43251 或者41251 对吧 我们再弹 43251吧 E 5G C和谐 6 DM 3 AM和谐 对吧 1563 4 降B 然后再A 37 2 减 C 5G 然后再到F 那么就形成了1563 43251了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其实我们在弹的过程中呢 其实随着我们的吉他的水平啊 升上去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多种的按法 比如说 1645 我们可以这样弹 E 6 4 5 1 全部分B和弦 对吧 为什么可以这样弹呢 DM和弦 对吧 BM 对吧 B C D 对吧 半全音关系去推下就行了 这个是六级 DM 对吧 降B 然后再推过来是一个C 对吧 这是C的分B和弦 然后再是 这样也可以 对吧 当然后面把位的话 比如说这样 这个 这是F 对吧 这个是一个E F 其实都可以按 所以说呢 大家在弹的过程中呢 去记和弦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去记 结合月理 结合直板迎接 所以说 任何的吉他上的东西 都不需要死基因杯的 因为吉他 记住一点 它是一个指形乐器 就是说你按的和弦 都是以指形的 我以前说过 就是它是几何块对接的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今天我们就到这 希望大家练琴愉快 拜拜